異形的這個Machine呢 它的這個弓兵呢 稍微比這個 Vyra還多一點喔 有51喔 那這個Vyra的這個弓兵數只有到46喔 那我們看到他們的這個 這個income呢 也是這個 Machine呢 異形呢 也是稍微多一點喔 不過呢 異形的優勢是他已經開下 開下了這個第三個分框喔 不過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這個神主剛剛應該有進來巡邏一下 應該是有看到的喔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神主要打進來喔 看他能不能把這個 打掉喔 那我們看我們的這個異形這個Machine呢 會有什麼反應 那現在這個Machine呢很聰明 他把這個單位分成兩步喔 從上看下呢 包圍喔 那這個 神主呢 就打不過了喔 不過呢神主呢 剛剛有這個Focus Fire 直接一直對著這個 這個分基地打喔 那這個異形的 這個黃金的分基地呢 被打掉了 那現在就延遲他的這個 蓋的這個時間 這個挖錢的時間喔 那OK 那我們現在看到呢這個 Colossus已經出來了喔 Colossus呢 很重要的是這個距離 那現在他的距離還沒升喔 大家可以看到是6喔 那 等這個Colossus的距離 升出來以後呢 這個異形呢 就會比較吃力了喔 那 異形可能就會需要一些 一些這個 呃 呃 這個 對空的單位呢 來打這個Colossus喔 那我們 我們大家知道喔 這個Colossus是對地的單位喔 他沒辦法對空喔 有沒有看到這個Target呢 寫的是Ground 好對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異形怎麼要打上來喔 不過 不太可能喔 這上面的兵太多了喔 那異形只能要拉喔 要趕快 趕快拉走喔 那 呃 我們大家知道這個Hydralis呢 這個刺蛇呢 在星海2裡面呢 沒有這個 沒有那個速度喔 沒有移動速度的這個 呃 這個技能 就是這個 升級 那但是 但是呢 就算沒有移動速度的升級呢 這個異形呢 在這個Creep上面 在這個紫色的黏液上面 他們的速度還是會變快的喔 你看這個move 這個move speed呢 還是fast喔 但是等他們走到這個普通的地面 普通的 地面呢 我們看有沒有 有沒有看一下 普通的地面呢 呃 就會變成normal喔 像這個小狗也是喔 從very fast 會變成very fast 會變成更快的喔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中間打起來了喔 那這個 Colossus呢 要小心喔 這個血塊沒了喔 兩隻血都很少喔 那這個刺者呢 刺者已經有距離喔 距離已經蓋好了 那我們現在的 range呢 是6喔 但是我們Colossus的距離更遠喔 我們Colossus的距離 已經蓋好了喔 是9喔 那 6和9打起來呢 這個9的距離一定會贏的喔 哇 這個Colossus很厲害喔 23個Q喔 那rank呢 已經變成這個 executor 就是這個我們 反正就是殺手機了 就對了 對啊 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 刺者有沒有 有沒有攻擊很高的喔 刺者有沒有這個 殺 殺 殺速很高的喔 好像沒有喔 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Colossus 也出來了喔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 需要用來這個 對付這個Colossus喔 因為Colossus不能對空喔 哇 那再加上我們這個 只有這個 狂戰士喔 只有幾隻這個 Stalker是可以對空喔 所以這個 呃 神族要小心喔 哇 那這個 刺者 還有這個 呃 對空的這個Colossus已經上來了喔 那他們現在是要上來 要先把這個 這個Colossus打掉喔 那這個23個 Kill的這個Colossus呢 終於倒了喔 倒下了喔 那我們現在看到 他們打了喔 這個 因為這個Colossus實在是 對風太太太硬了 而且又這麼多 所以Colossus 跑不掉喔 那我看這個 呃 分擊地也危險喔 那這個 神族 分擊地會蓋在這邊的原因呢 我想喔 主要是因為這個 他把自己的門口堵住了喔 所以 他沒辦法開在這個 黃金分擊地 因為他如果開在這邊的話呢 他的這個 防守的這個線呢 會太大喔 那我們看到這個Vyra呢 這個 12點鐘的分擊地已經 已經 結束了喔 那 那 我覺得Vyra現在很危險喔 對啊 那Vyra喊出了GG 那 這場呢 Machine贏了喔 那謝謝收看喔 我們現在 就我們再來就看下一場比賽喔 那就先這樣 呃 我是Beta 那記得訂閱這個BetaStarCraft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